如果我今天不要用刚刚的公式 我希望用VBA的话 按一下就OK VBA怎么做? 你会发现VBA甚至比刚刚的还简单一些些 怎么说? 第一个 我们一样 一个人事分担,一个sub,一个清除 清除当然最简单 清除怎么清除? 清除的话你可以把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第几列? 第九列 有没有 那for j 因为它有蓝 for j 等于四到七 有没有?四到七 所以我们先假设 我要写清楚的话 就是for i 等于二到九 然后j 的话四到七 清楚的话就是这样的 清掉 如果说我要写人事分担的程式 清楚写完之后 其实你可以把它放在人事分担里面 然后再改一下 怎么样改? 会是最OK的,最简便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 范围确定了 最清楚了 假设把资料清空 如果说我今天不是要清除 我现在是要抓这边的资料 那我应该怎么抓? 会是最简单的 这边的话当然你可以想想看 比如说这个范围 那我应该要抓的话 这个Sales IJ 指的就是目前的第一个位置 它是第二列的第四栏 那就是放在这里 那里面要放什么呢? 所以后面的话呢? 那我们就直接指向什么? 当然几个方法 你可以把它甚至当一个 用Range也可以 比如说Range 后面的话 假设我今天要抓什么? 抓这个 我看 等一下 第一个是什么? 如果我用Sales Range其实也可以 只是说需要串一个字串 那假如说我今天 我假设用Sales的话 那第一个会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是第几列 如果当然我先抓第二列 逗点 后面的话 假设是抓B缆的资料 那如果我现在这样输出的话 你会发现 输出当然会输出啦 不过你会发现 全部都是入职时间 哪一个都是抓那个什么? 抓这个 通通丢一样 可是 理论上应该这个是第一次放2 下一个应该是放3 所以 里面的话 其实会需要怎么样? 把这个数字变成一个变数 它第一次是2 然后一直下一个就把它加1就可以 所以有没有记得 之前有用过一个K这个东西 有没有? K预设值等于2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当它输出一次之后的话 怎么样? 把K再加1 存回去就可以 所以下一行的话就加什么? K等于K加上1 有没有? 它第一次就丢2 然后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把2加上1 存回去变3 那下一次就变成B3 所以抓B3的东西 丢到我们指定的储存格 再换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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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概念是OK 可是实际上跑跑看 看看能不能符合我们要的结果 诶? 执行? 哇! 好快啊! 一下还OK了 有没有? 但是哦 还没结束 跟刚刚一样的问题 就是前面这个东西 有没有? 还要把它删掉 那如果要删掉的话 其实可以借用刚刚的概念 就是什么? 在这个外面怎么样? 包一个叫MID的函数 其实VBA也叫MID的 一模一样 前刮壶有没有? 把资料给他 后面的话呢? 豆点 LEN 其实也一样 刮壶 那我要算哪一个呢? 算他的 应该算什么呢? 同一列 应该什么? 同一栏 同一栏 所以Sales 同一栏 那哪一栏呢? 那个栏会变啊 栏是哪一个变数? 栏是追嘛 那列的话呢 应该是第几列? 它固定一定在第一列 所以哦 这个地方你就输入第一列 哪一栏? 因为列会变嘛 所以是追就可以了 刚刚我们是写成什么? 写成类似像什么? D 1 前面一个钱 那你会发现固定的 写固定的 这个前面没有钱 是变动的 所以写成变动的 一个变数 大概是这样原理原则 OK 所以把它转一下 然后后瓜阿虎一下 后面加多少? 加2 豆点 几个字? 99 后瓜阿虎 有没有? 概念一模一样 只是说呢 我们把刚刚的公式转到VBA而已 这样子的话呢 称式 就写完了 诶 试试看 看一下没写错 执行看看 公号 公号 哪一个? 公号 前面的0 不见 前面的0 对 前面的0 所以可能之后还要再把里面的资料转成文字 不然的话公号可能会出错 不过没关系 这个可能在自己再做一下 公号的部分就不见了 所以其实你可以公号 然后假设改之前 你可以先把他的储存格 改成文字 就不会不见 OK 所以这边可能要做一个动作 但是这个也许自己 再去try一下 这个可能 然后最后的话 蓝宽不OK怎么办 其实你可以 再加一个蓝宽自动调整 蓝宽自动调整的话 可以利用什么? 那个VBA里面有一个物件 叫columns 物件 蓝物件 后面呢 它有一个方法叫自动调整 叫AUTO AUTO什么? AUTO FIT 有没有? 这个自动调整蓝宽 加这个叙述就OK了 然后把它再跑一次 有没有? 把这边执行 自动调整 OK 那其他的话呢 可能就功耗 他特别没注意到 那个东西蛮细心的 所以功耗如果要丢过来的话 那可能你就是这个地方 也许预先就是 把它看一下 预先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范围 把它改成文字 然后再跑一次看看 就OK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这个范围变成文字的话 那其实可以在这边多写一个 然后就是用那个range 先跟他讲说这个范围 range 然后哪个范围 就是从F2到F的F2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什么 叫做 它的那个 我们按右键出现格式的话 它对应的属性叫Lumber 打一个N好了 Lumber format local 这个 这个属性的话 就等同是我们按滑鼠右键 然后里面 我们如果要文字的话 其实就是小老鼠 有点像 这个动作 有点像我们选取这个范围 按右键出现格式 然后把它自定里面 放一个小老鼠 选取文字有没有 切到自定就小老鼠 所以我是把这个小老鼠 放到这个range里面 这样子的话 就等同这个范围 我预先 先把它变成文字 然后再丢资料过来 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有刚刚的问题发生 有没有 这样的话就完美了 OK 所以其他部分的话 那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你会发现 比起来的话 好像似乎 假如比起来 我觉得好像写VBA 会相对的简单一些些 OK 那后续还有蛮多地方 反而用VBA来解决 相对是简单的 所以其他部分呢 请各位再试试看 那因为课程 大概因为有个限制 所以今天的话 大家就先到这边 好 暂时先有个断点 那下个礼拜开始 没上课的话 也许你们就自己在家 也稍微复习一下吧 尽量再多花一些时间 尽量就实做了 然后如果还有问题 影片下方也可以留言 或者是说 email等等的 也可以提出问题 只是说 尽量那个问题 是比较明确的 那我也可以比较明确的 给大家一些回应 那时间差不多 今天的话 我们就先到这里